科技巨头谷歌加快创新的步伐 一口气推出了多款新品电子设备和软件功能 其中最亮眼的 要属最新款的AR眼镜 使用者可以直接看到文字翻译 打破语言障碍非常酷炫 不但如此 谷歌地图也融入了3D制图和人工智能技术 让用户身临其境 感受不一样的地图探索体验 谷歌年度IO开发者大会星期三在美国加州登场 当局发布了一系列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产品和功能 横跨谷歌的搜索 地图 Android软件 Pixel硬件产品 以及AI研究等多个部门 眼前这款新推出的智能AR眼镜 具备实时翻译功能 可以直接显示对话者的翻译文本 扫除了用户语言不通的最大障碍 谷歌一直努力将AR技术构建到成品中 从镜头到多层搜索 场景探索 以及地图中的实时和沉浸式试图 设法打破技术障碍 让用户享受科技的努力 好 接受吧 接下来我们将来自动转证的 接下来自动转证的 电视频上 就是看观众们可以 自动转证的电视频 16个语言 制作者可以增加了世界观观众 我们将来自动转证的 自动转证的电视频 将来自动转证的电视频 将来自动转证的电视频 10亿人导航和探索 这一次 技术团队再接再厉 结合3D制图和人工智能 应用程序技术 把这个软件提升到 身临其境的境界 我们也将来自动转证的新技术 使用3D标证和机械学 我们将使用亿多亿的 地区和街上的照片 来自动转证的影响 这些破坏技术 这些技术都在一起 为能力的新的经验 就是移动观众 让你从未曾经过去 我们去澳门看看 什么美丽的城市 如果您想要参加 跟你的家庭参加 您可以从手机的移动观众 从电视频上 然后您可以拖在这边 视图会以叠加方式 向用户呈现有用的信息 甚至可以利用时间划快 了解不同地区的时间和天气条件 谷歌希望提供不一样的地图探索体验 借着身临其境的新功能 让使用者不管是在规划旅行路线 还是寻找隐藏的当地珍宝 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